中医我们知道就是中医有五大功能系统 那么其中它这个五大功能系统里边的脾脏 脾脏的功能它就是指运化的 我们说运化就是一个是运化这个水谷精力 再就是运化水湿 那么脾脏的功能好的话 它就把这个水湿 所谓水湿就是我们像比如我们喝的水 脾脏把它运化 一部分变成水谷精力 经过消化吸收代谢以后 把多余的水分要排泄出去 那么这是脾脏功能好的情况下 如果脾脏的功能不加了 虚弱了 它把这些你饮用的这些水呢 它不能变化水谷精力 那么就变成湿气了 它情质在其内 当然还有就是你新盖的这个房子 你就没有把它晾干 你就住进去了 或者你生活的那个环境 有的人经常是在那个潮湿地方工作 那么这样也容易有湿气在其内存在 所以健脾一气的就是我们中药都是药食同源 像这个山药 你看现在这个铁棍山药 这都健脾的功能会更好一些 我们经常还有大枣 大枣大家都知道的 可以吃 还有什么莲子 莲子也能够健脾 这也是很好的 就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所以我们平常如果皮的功能不好的话 这些东西常吃是有好处的 大枣 山药 莲子 吃了以后也没有什么负责用 另外这个化湿器 还有这个意米 这个意米有化湿的这个功能 所以经常这个意米熬稀饭 或者你在稀饭里边 你像绿豆呀 红豆呀 这些加上都对去湿是有很好的作用的